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分越来越接近毛泽东时代 但毛左仍是当局压制的对象 因为这批人并不认为习近平是毛的继承人 而是权贵利益集团的代表 他们认为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权威只是利用而已 所以毛左也并不被习近平当局所洗 继山东毛巷被盗职后 长沙毛巷又被黑衣人强制拆除 近日有人在毛左网站刊文维权 声称长沙市旺城区铜关镇花石村 一座落成不久的毛泽东铜像 半夜被一伙黑衣人强拆 文章说 这座铜像由该村村民集资打造 今年10月1日还举行了铜像揭幕典礼 并将放置铜像的广场命名为伟人广场 铜像树立不到一个月 就传出地方当局要强行拆除的消息 当时有毛左试图在微博发帖维权 但很快账号就被删除 文章称 11月4日凌晨40半左右 一伙黑衣人带着大型吊车 将解民守护铜像的村民拉走 然后将铜像拆走 三米多高的基座也被砸成废墟 伟人广场几个字也被销毁 今年是毛弹130周年 多地毛左建毛像纪念 而且被当局压制的不止长沙毛左 今年8月 毛左网站就曾刊文称 山东潭城县一座刚落成不到一个月的 汉白玉毛像半夜被盗走 当地出建局局长回忆毛左称 有绝密文件不许列毛塑像 之后 当地公安局又改口说 村民建的毛像未经批准 违规占用耕地 后来 据说谭城县当局将毛像还给了毛左 但只允许在私人场所摆放 中共当局近年来政策越来越做 毛左组织的情绪也日渐亢奋 但在习近平上台前 许多毛左组织都是薄熙来的支持者 习近平上台后 多地毛左团体还组织罢工或学生运动 习当局一直在压制各地毛左的活动 2021年 其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大批公众号被封号 2021年5月 中共建党百年之前 全国大批拥护毛思想的左派人士被抓 港媒曾援引实证评论人士的观点是 北京当局要推崇习思想的正中地位 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思潮都一律予以打压 而且苏毛相也有为薄熙来招魂的嫌疑 比起毛泽东 习近平似乎更忌讳薄熙来的影响 在中共政坛上 对习近平形成不利影响的主要是团派和江派 身为中共团派第二代掌门人的前总理李克强促士 此事对团派造成毁灭性打击 而同为团派大将的汪洋 也很有可能面临危险情况 在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 突破两届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习近平 做出进一步行动 习近平先是将政治局常委变成习家班 接着对团派发动猛烈打击 首先是逼退了还不到68岁的李克强 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曾被胡锦涛看中的胡春华 不但没有入常 而且连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席位也失去 沦为中央委员 而在李克强离其死亡后 团派受到严重打击 团派另外一名大将汪洋 也面临严峻刑事 在中共二十大换届前夕 外界推测下届总理会是汪洋 但在2022年10月 汪洋失去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职位 连中央委员席位也失去 彻底被逐出核心圈 李克强因不明原因促势 而被逐出核心圈的汪洋情景堪忧 接连受到强烈打击的团派 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与习近平对抗的能力 很多分析认为 他可能成为习家军下一步被清理的对象 提醒他防患于未然 11月7日 中共二十届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中共国师王沪宁转任政协主席后 仍以申改委副主任身份连续参会 引发外界关注 分析指 王沪宁多次参与习当局的申改委会议 头衔仍是副主任 显示协会继续朝着王设计的左转方向走下去 今年4月21日 申改委开了第一次会议 参会的三名副主任 李强、王沪宁、蔡奇 已引起外界关注 此前两届中央深改委的三名副寿 分别由国务院总理、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书记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组成 上届对应的是李克强、王沪宁、韩正 目前王沪宁已转任全国政协主席 仍连任深改委副主任 而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却不在列 王沪宁作为政协主席 却多次以深改委副主任的身份参会 释放出明显的信号 习当局左转不会停 只会越来越左 此前多方报道称 王沪宁帮习设计了这套一边集权 一边左转的系统 用中共的话来说 就是加强党的领导 从这次深改委讨论内容来看 仍包括加强对自然垄断环节 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规划任务等内容 显示习仍在沿用王设计的那套东西 也标志着习不会放弃左转 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据报道 在美国和北京有意缓和紧张关系之际 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7日表示 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寻求 下周到印尼出席安全论坛时 与中共对口官员进行场边会谈 日经亚洲报道 这名官员告诉一小群记者 五角大厦已经要求与中共防长在雅加达进行会谈 奥斯汀预定16日出席东协防长扩大会议 中共也渴望派代表团 这名官员表示 美国国防部仍然确信 美国和中国打开军事沟通管道的重要性 包括最高层之间 我们在印太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对此同表关切 然而李尚福10月24日遭到免职后 中共目前没有防长使得此事更加复杂 分析家对于中共能否于下周论坛前任命新防长表示怀疑 上述美国官员表示 准确说法是 部长已经提出与中国国防部长进行会谈的建议 是否有意派国防部长出席会议 对中国而言会是个问题 五角大厦提出 美中防长会谈的时间点 就在华府和北京原则上同意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中在旧金山召开高峰会之后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 奥斯汀可能想要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两位副主席张又霞和何卫东其中一人举行会谈 军委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内未接高于防长 张又霞上个月在北京香山论坛上 扮演事实上的国防部长角色 他在开幕式中致辞 并且与俄罗斯防长萧一谷举行会谈 库珀说 由于李尚福遭到免职 我不会意外美国官员会力促会见更高端对口官员 尤其考量到拜登和习近平预定很快会进行会谈 五角大厦会想要以此作为尝试 与中共国防高层会谈的筹码 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倡议资深研究员维德宁说 如果对话对象是诸如张又霞那样的军委副主席 五角大厦将会乐见 因为他们在中国军方比部长权力更大 激进组织哈马斯在他们内部长期采取通过居民区 医院幼儿园做人肉盾牌的方式 躲避以色列军队的还击 近期以军摧毁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场和火箭储备 可笑的是 他们竟然将自己的寺庙作为盾牌 有网民嘲笑 看来这个信仰还是有水分 X账号OSINT Defender 11月7日发文表示 乙军在加萨北部发现并摧毁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场和火箭库存 这些火箭发射场和火箭储备 大多位于清真寺 住宅大楼内或周围 以及水或食屋的储存场所 有图片显示 乙军在地面的缝隙发现哈马斯的飞弹 对其进行处理动作 OSINT Defender还分享了相关视频 视频显示 乙军先是在地面发现许多火箭储备 随后进入残坡的进驻内部探索 以色列开始反击时 很多专家和哈马斯粉丝坚定地认为 以色列必将陷入加沙人民的汪洋大海和地道战之中 加沙的老百姓必须是哈马斯的铜墙铁壁 一句话 以色列国防军不敢进入加沙 因为一进去必将遭到痛击 结果呢 所谓痛击没看到 所谓的巷战和地道战其实并没有 以色列不会给哈马斯这样的机会 消灭哈马斯是排第一位的 拯救人质排第二位 以色列不会打巷战 也不会进地道 也不会要更多俘虏 只要消灭哈马斯 我们看到 以军进入加沙地带 除了各种高性能炸弹 钻地弹 还有挖掘机 推土机 既然一座座被用于军事用途和伪装城医院 学校的建筑被推平 何来向战 那么被夸得神乎其神的加沙地道 地道战呢 以军准备让其成为历史和传说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以色列军队正使用人工智能武器 来快速识别和打击哈马斯的目标 在上周开始的地面行动中 以军已确定了约1200个哈马斯的新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精锐的亚哈洛姆第71070部队 以及纳哈尔旅和内盖夫旅的步兵部队 发现哈马斯地道入口 以军挖掘竖井埋射炸药 直接炸毁地道 并没有进入地道搜捕哈马斯 之后以色列用卡特比勒第9装甲推土机 和美洲师仲弦工程车推平这些被炸毁的地道 彻底将其移为平地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堵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网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